Face Eat高分天梯对局 打小镇的同学一定要学学这些思路 一定要给VIP火再往前走 这把队面没钱不怕钱压 上二楼的CT要是想看VIP 一定是第一时间靠过来的 只要看门口右边进点 没见的话要么没人 要么就是在看全梯 队友到中路了 人多的时候完全可以恍生打提前枪 就算没中也能干扰对手的专注力 队友补枪会更轻松 没必要全网包点几 抢下点以后更要注重细节 不要攻堪一会 注意二楼出入口 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队友到旋梯了 这颗闪可以全白旋梯口的敌人 肥狗吊人测到很可能也有人架 每一次出掩体都不能吊以轻心 队友爆点了就直接打提前枪 他很可能会原地反架我们 捕雷的同时直接上VIP 没炸死眼的很快换位置 打他一个措托不及 站在石板后架枪 可以有效地反制对手的反清 闪爆的瞬间压一梭子退回石板 大概率能打中对手的同时 也很难被命中 吊人了就直接提 很多烟都可以到前点再丢 一定不要急着下包 把点搜干净是确保胜利的第一步 异箱容易被混死 环境允许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安全的位置 台下这个位置容易被双拉 在烟下换位置可以避免被双架位看到 这个位置既可以架到混出烟的CT 也可以看棺材 最后一个没跟队友一起拉 那应该是在行家了 随便混几枪直接拿下比赛 什么 你问我这搜点怎么这么流畅 呃 这是这个老六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